我之前就被診斷為嚴重抑鬱 嚴重抑鬱怎樣靠著神走出來 昨天我想說一個經驗 就是葉牧師為我討厚之後的情況 大約一年前左右 我自己一個在美國回來 因為和我家人有些問題 自己一說回來 當然情況情緒不太好 我簡短一點說 有一天我準備了所有事 打完人生最後一個電話 我打算了結自己生命 那個電話我打電話給我大兒子 我大兒子都在外國讀書 怎知他在電話那裏 不知為何他還哭得很厲害 他在哭就說對不起媽媽 很對不起 我不在你身邊照顧你 我儲到錢了 我夠錢 我現在立刻飛回來陪你 好不好 我做媽媽當然說不要 用心讀書 那一刻和我收了線後 覺得自己 我怎麽可以直接走出去 放下小朋友呢 神真是光照和憐憫我 自此之後 有位牧者帶了我回教會 其實我之前都是基督徒來的 我到高校已經信主了 但是很慚愧說 這麼多年來我都是回教會 又騎下土 又奉下倩 是這樣掛名基督徒來的 但是那次之後 牧者帶了我回去一間教會 那我就將自己在 除了睡覺 上班 其餘時間 我都將自己 要浸在神的華語裏面 我要祈禱 我要讀經 我要聽正道 每一天每一天 就是這樣浸在神的華語裏面 那當然你都明白 不是變魔術一下 那時候 人家就精神醒了 情緒一定是有高低的 在高低的 自己不斷地去爭戰 不斷每天都去敬拜 但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的 大家遇上有困難的時候 都好像有石頭在你的心裏 整天都很有重擔的 那有一位姊妹就介紹了葉牧師的道給我看 我如說 聽起來又很合聽 如說 聽到昨天 我又見到 感動 自己WhatsApp一下她的情況 律師又很好 很快打電話給我 我們談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跟著她為我祈禱 她跟我祈禱的過程裏面 都幾長 但我最想分享的過程就是 那種喜樂 那種興省 是會突然之間 真的好像變魔術一樣 就臨道了 葉牧師你見不到我 就知道你昨天跟我第二次祈禱的時候 我已經有個笑容在自己的臉上 自己笑出來的 還有那種興省 好像真是人拿開了一塊石頭 因為我很喜歡聽道 我相信我聽過自己去找 關於等候神的講道 我看超過一百場都有 因為我很想透過聽道裏面 去說服自己為何神要我去等候 我的問題為何苦難還在 我心想透過聽道去舒緩自己 當然牧者講得很好很有道理的 但真正解脫的方法真的要來自神 就是葉牧師昨天我祈禱的那個 去把自己的石頭拿開 很感謝神給我面對中的事 ni 很感謝神給我面對的困難, 若不是這些困難或是試煉的話 根本不能將我推回神的身邊, 去有這份甜蜜的關係 我經常覺得很磨練自己的等候神, 我突然有一刻覺得很享受 很享受每一個時刻, 已經不是很苦練等候的感覺, 去享受現在和神的每一刻的親密 多謝你, 張榮儀的身邊 作詞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